欢迎收听凡人修千传第七百四十二回 那名艳丽女子在金花老祖丢掉她败走的时候 心中一慌之下也马上一扭伸的化为了一道洪光积逝而走 那么至于更远的湖边的那帮助击器和炼器器的低阶修士 则因为呢修为太低距离又太远 她根本就不知道这湖中心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但是远远的一看到他们师父师祖都落荒而逃了 这些人面面相许互相看了一眼 也就目露恐惧的一红而散了 见到这些情景呢 韩丽脸上阴霾一闪 突然之间往腰间一抓 一只零售袋被寄到了半空当中 随即呢袋子中丝鸣声响起 随即喷出了一股白茫茫的寒雾出来 里面夹杂着十几条雪白的蜈蚣 一个个半尺长 背上一对透明的羽衣 那样子争鸣凶恶异常 围着韩丽头顶一阵的盘旋飞舞 韩丽也不说话 只是手指冲远处的三人分别一点 顿时十八条六翼双弓啊 分为了三群 化为了三股白色的寒风 口吐寒气的朝向三明结单旗修士 呼啸追去 顿速明显比那三个人要快的样子 艳丽女子三个人回首一见此景 顿时惊的急忙将最后一丝余力 也不保留的施展了出来 顿速竟然也一下子提高了几分 眨眼之间 这三个人就和六翼双弓 一前一后的狂追远去 至于那些什么低阶修士 韩丽也懒得理会 以这些修士的齐慢的速度和低下的地位 就是想象什么人通报此地的情况 恐怕也是数日之后的事情了 到了那个时候 他早就离此地千万里之外了呀 不过他看了看远处的金花老祖一眼之后 墓中杀鸡一闪 背后风雷翅轻轻一闪 人呢就化为了一道银湖 在原地消失不见 虽然说这个时候的金花老祖 已经远在百丈之外了 但是 韩丽每一次闪动之下 人呢就瞬间的接近了二十余丈 只六七次之后 就鬼魅的出现在了大汉的上空处 二话不说 单手一抬 大片的紫色的火焰 突手射出 化为了一只大手呢 向下气势汹汹的一把抓去 下面的金花老祖 万万没有想到 韩丽可以轻松的接连施展 瞬移之术 竟如此快的就追上了自己呀 顿时骇然惊呼 眼见了那紫色大手抓下 终于面现惊恐之色出来 但是 无奈之下呢 他只能是一张口啊 喷出了一口金色飞豆 斩向大手 又急往掐绝 想要施法 避开此击 但是 这只用紫罗急火变化的大手 又岂是一名 原因出其修士 轻易能破的呢 那韩丽独创的极寒之宴 就是后期大修士和十击 要修剑的也有几分忌惮的呀 直接那口飞刀一斩在大手之上 只是紫光一闪 飞刀表面就瞬间被凝结成了一层紫色的寒冰 然后失去控制 直接坠落而下 在大汉面无人色的目光当中啊 紫色大手 无止诡异的一张 竟仿佛巨大的菩萨一般 一把将大汉刚击射出去的身躯 抓在了手中啊 一声惨叫过后 大手上紫燕一下子高涨树齿 金花老祖转眼之间就化为了一块紫色的冰雕 现此情形 空中的寒厉毫不犹豫的法觉一摧 大手呀 顿时五指用力一捏 呼的一声脆响啊 整座冰雕呢 竟寸寸的碎裂开来 冰屑中金光一闪 大汉原鹰就想趁机顿走啊 但是寒厉早有准备啊 心念一动 大手就化为了熊熊子火 一下子将大汉原鹰困在了其中 此原鹰只在其中啊 支撑了片刻就狂闪几下 化为了乌游 寒厉这才抛袖一抖 自焰化为了一条火蛇飞射而回啊 只是一闪就没入袖中 不见了踪影 他这才微微一笑 目光一扫之下 又抬手朝下方的虚空一抓 顿时呢 大汉悬浮在空中的锄弹 被抓到了手中 他将锄弹随后塞进了袖子里边 抬头向其他方向望去 只见老者等三个人 已经和那雪白的蜈蚣 早已不见了踪影 似乎已经追逐出了极远去了 哈利道也不急 将早已恢复了迷你状态的提魂兽一收 就闭上了双目 盘膝坐下 神念朝四下缓缓放出 身形在半空中一动不动 此刻 附近变得静悄悄的 除了微微的海风之外 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 盘坐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哈利嘴角 漠然的范起了一丝倾笑 重新的睁开了双眼 几乎与此同时啊 某个方向的天边 灵光一闪 一团白色的寒风飞射而回 片刻的功夫 就到了汉里头顶上空 寒风一散呢 就陷出了那些蜈蚣出来 只是这个时候的蜈蚣呢 一个个都变得体型过胀 有两只蜈蚣的白色外壳接上 还残留着几道淡淡的剑痕 一副经历过一场大战的样子 口中一声低喝 他从空中打出一道法绝之后 蜈蚣呢 就通体白光闪动 体型迅速的缩小 化为原先大小 然后 哈利再次寄出了灵兽带之后呢 六亿双弓就化为了六道白光 飞射入了带口当中 再过了一会儿 另外两群蜈蚣也同样的 从其他两个方向急射而回 其中一群毫发未损 但另一群蜈蚣中 却有一条呢 被斩去了几条细腿 似乎受了一些伤的样子 不过 这些灵虫啊 都是天生生命力旺盛 具有断肢重生的天赋 这些小伤 只要过一段时间 就可完全恢复了 哈利将这些蜈蚣也一收 就朝湖中心望了一眼 当即 周身清光大放 化为了一道 青红鸡手而下 只是一闪过后 金红就没入湖面中 不见了踪影 这所谓的模糊吧 并不太深 哈利只是往下通了二百余帐之后 就隐隐的看到了湖底的样子 但此处湖水还真的是有一些诡异啊 实在是过于的弊律 即使哈利已经运用起了灵木神通 还是只能清楚的看到十几丈远的地方 再远的一些可就模糊不清了 至于神念呢 一进入此湖当中 就似乎无法离体了 这模糊竟然是天然的神石隔绝之地 不过哈利心中呢 早就有了蛮胡子所给的准确的地点 只是停留了片刻 轻易的就找到了此行的目标 一片看似普通的湖底礁石堆 哈利目光扫了一下此地 手指一弹啊 一道青色剑气朝一块湖底礁石而去 哼一声 剑气尚未斩到礁石之上 下方就漠然浮现出一层淡蓝色的光强 一下子就挡住了剑气 但是这层剑侠显然是薄弱异常啊 只支撑了片刻 就被剑气一展而开 整个光幕都化为了点点灵光 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 下面的礁石呢 却消失不见 又出现了一层五色的光照 将湖底这百余杖大一块都照在了旗下 而光照表面 各色灵光流转不定 让人根本没有办法 看得清楚其底下到底是怎样的一副情景和有什么东西存在着 哈利感觉到光照上的澎湾的灵力 摸了摸下巴 双目微眯了一下 刚才蓝色光幕 竟是一层简单一长的幻术尽致 看来是艳丽女子三个人临时布下来的 下面这层光照 才是蛮胡子亲自布置的禁制 因为蛮胡子当初啊 只剩下了一个原因 并且作画的过于匆忙 自然不会给韩丽留下解除禁制的法器和法觉 他呢 也只有凭借蛮力来破除了 不过此今这一看就是五行之力混凝而成 即使以他的神通破除起来呢 也要破费一番手脚的 心中如此思量着 韩丽当时不再犹豫 两手一掐绝 顿时啊 妖天的储物蛋 荧光一闪 人形傀儡就出现在了身后 韩丽又袍袖一抖 三十六口金色飞剑瞬间飞射而出 然后在嗡鸣声中往中间一聚 竟然合成了一口十余丈长的金色巨剑呢 一道法觉打出 就击在了巨剑表面之上 轰隆隆吹声大起啊 一道手臂般粗的金壶在巨剑表面浮现而出 随即一个盘旋过后 化为了一条栩栩如生的电网 此网围着巨剑绕了好几圈啊 脖颈一扬 后中发出了嘶嘶之声 声势看着实在是惊人至极啊 而一旁的人形傀儡呢 也手一扬 一柄红色小弓浮现而出 另一手轻轻一拉 一枚翠绿色小剑就在弦上呈现 雷鸣声一起之后 同样金壶小剑在表面弹射而出啊 闪烁不定 哈利脸色一凝 手指冲空中缓缓一点 巨剑就仿佛开山神兵 带着阵阵嗡鸣之声啊 直屁而下 几乎与此同时啊 一旁人形傀儡手中的小刀 也同时一颤 一道脆芒夹杂的丝丝金芒 击舍而出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 光照表面一阵晃动 随即呢 被无边的金光电壶照在旗下 附近的湖水也是一阵翻滚汹涌啊 竟然形成了一股水下漩涡 朝上方湖面直冲而去 韩丽站在漩涡中身形一动不动 竟是附近汹涌暗浪如无物一般呢 终于光芒一脸金光消失不见了 韩丽凝神朝下一望 神色一动之后露出了一丝笑容出来 这件下方无色光照已经消失不见 原地中心处呢 显露出了一个直径石鱼杖的小型法阵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而翠绿的湖水狂涌而去 一接触白光 却被严严实实的挡在了外边 此法阵竟然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炼制而成 竟然有碧水的功效 韩丽目光中惊讶之色一闪 单手一抬啊 将傀儡呢收了起来 随即身形一晃 人就站到了法阵之上 他并没有急着传颂 而是研究了一下足下的小传颂阵 片刻之后他才点了点头 一拍腰间的零售弹 将原先收起的六玉双共 又放出了大半 神念一动吩咐了起来 这些雪白蜈蚣 摇头摆尾之下 立刻就钻进了法阵附近的地下呀 韩丽这才放心的 一道法诀打在了法阵的边缘上 激发起了法阵 顿时白光闪动 韩丽就在法阵中不见了踪迹 下一刻 当他从传颂阵中恢复过来 目光四下一扫 立刻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石室内 此石室不算大 四处空空荡荡的 但前面不远处呢 就是一扇青石门 竟然虚掩着 他沉吟一下 就盘膝坐下 将神念放出 神石缓缓地朝石门外扫去 同时朝四周慢慢扩散开来 扫拾起附近的屋子来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他神色一松 确定了此处洞府的确空无一人 并没有其他修饰隐藏在其中了 杭力这才安心地站起身来 几步走到了石门前 身形一晃 消失在外面的通道中 半日之后 一道刺目的青红 从湖底接舍而出 杀了几下之后 就在破空声中 消失在了无边的尽头 杭力身处逆光当中 一边心不在焉地 把玩着手里的一款淡金色的矿石 脸上现出了淡淡的笑容啊 这一次在蛮胡子的洞府中 他还真是收获不小 这个蛮胡子呀 藏宝丰富 可有些呢 远远超乎了他的预料啊 无论是价值数百万零食的材料宝物 还是那些收集来的典籍秘书 有不少呢 都是杭力久闻其名 而没有机会一关的 这让他颇为的惊喜啊 不过最让他兴奋的 却是这些宝物 混在诸多材料中的一块 拳头大小的更新啊 原本杭力就已经在大剑 收集了剩余半套飞剑所需的大部分耕精 只差一点了 如今呢 又在蛮胡子宝藏中得到了如此一块 这就凑齐了材料 可以在所有飞剑中都掺入耕精了 如此一来呢 72口飞剑组成的大更剑阵 终于可以完整的布出了 杭力施展过用36口飞剑布下的半套剑阵 其威力之大 就是原因后期修饰困在其中 也会脱一层皮的呀 那整套剑阵一旦完成 威力的可怕难以想象啊 怪不得当年创立此剑阵的人在清源剑阶最后提到 只要将剑阵炼成就足以纵行天下自保了 杭力也是对此剑阵寄予了不少的厚望 他倾吐了一口气 手掌翻转 这块更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被收进了楚无带中 下面动光继续不慌不忙的前进着 杭力默默想了一会儿 突然一张口 一只寸许大小的小顶喷出了口外 正是那只虚天保顶啊 杭力手一抬 就将此顶拖在了手心处 单手一掐绝 一道法绝打在了顶盖上 顿时小顶烹体轻光晃动 顶盖缓缓挪开了一条缝隙出来 星光一闪 一道浮路从里面积之而出 杭力早有准备啊 张口一股青霞喷出 一下子积在了浮路之上 顿时金服一晃之下 灵光为之一二 随即在清光中无法动弹分毫 因为他用强大的灵力 硬生生的定在了身前啊 杭力伸手飞快的一抓 将此符路抓到了手中 放在眼下细看了起来 这正是杭力收取金花老祖的那张古怪的符路 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此种符路 不但可以让人瞬间移动 还会变化金花和灵风 威力实在是不小的样子呀 看来呢 应该是一种独门的秘制符路了 杭力忍不住取出来 想先研究一下再说 符路猛一看 似乎呢 很普通 上面画着的大半符文 杭力都认得呀 只是很常用的符文 唯一不同的 却是符路四角和中间绘制的几个银色的上古的文字 这种文字神秘异常 仿佛各个银色蝌蚪排列组成啊 让人一望之下 竟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盲荒气息 杭力反复瞅了数遍 终于肯定 这种文字啊 绝对和以前见过的所有的古文都不一样 它是独成一体 和其他古文呢 丝毫渊源都没有的样子 而除此之外 符路表面有众多斗粒大的金色的光点 这些光点仿佛糊着一般呢 在符路上游走不定 若隐若现 显得神秘至极 杭力眼也不眨的望着金符 眉头呢 不禁紧锁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从杭力手上的虚天顶中 传出了一个铜声 哼 这种银科文 也是你们人界修士能看懂的 我看你啊 趁早死了此心吧 这个家伙口气大的出奇 竟仿佛对杭力不屑一顾的样子 杭力文言呢 目光闪动了几下 不怒返笑了起来 哦 听起来 你倒是谁的这种符文了 这种银科文 我跟你说吧 就是在上界 也没有多少人懂的 要不是当年我曾经吞噬过一名懂得此文的 人类修士的元神 也不会认得这种文字的 这家伙的口气呢 毫不掩饰 有一丝藐视在里边 杭力听了 可是眉头一皱 他的怒气可真的有点压不住了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七百四十三回 哦 哦 咱们修仙传第十三个 优优独播剧场——自衔摇